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其离苦得乐 据说这段无佛的空白世界将持续五十七亿六百万年 这个菩萨就是梵语音译为西查底涅波的地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安忍不动犹如大地 净利深密犹如密藏而得名的地藏菩萨 是中国佛教特别尊奉的四大菩萨之一 差不多每一个学佛的人都曾被其所发的大愿震撼过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地狱为空 事不成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位于安徽清阳的九华山就是地藏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 九华山 方圆满一百公里 有丰九十九座 以天台 莲花 天柱 石王等九丰最为雄伟 主峰海拔一千三百四十二米 唐代以前 因其风鸾异壮 奇数有九 称九子山 唐天宝年间 大诗人李白畅游九子 在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连聚续中云 青阳县南有九子山 山高数千丈 尚有九峰如莲花 按徒征明无所依据 欲乃萧其旧号 加以九华之目 并在望九华山赠青阳为众堪一事中歌道 西在九江上 遥望九华峰 天河挂绿水 绣出九芙蓉 从此 九华山盛名开始远洋于世流传至今 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而且名副其实 佛教立临九华 最早要追溯到公元四零一年 东晋隆安五年 天竺僧人卑度禅师 来山传经步道 创立茂安 但这一似流星一样 转瞬即逝的历史画痕 并没有在九华山种下真正的佛教种子 直到唐高宗永辉四年 一个极其偶然的事件 才是九华山尝到来自释迦弟子 地藏王的法儒 据神僧传记载 佛灭渡一千五百年后 地藏降级于新罗王家 公元六五三年 果然有二十四岁的新罗王族 晋属金桥爵 毅然的抛弃了王族生活 削发为僧 携白龙善厅渡海来华 登上了九华山 智德年初 九华山下乡身诸葛节 与人结伴登山 在金针茫茫 寂静无人的深山峡谷中 见到金桥爵 截然一身 与岩洞内闭目浮作 旁边只放着一只遮足鼎 里边盛着白米掺杂观音图主的圣饭 不觉大吃一惊 声愧未尽地主之意 随发心倡议 为其建造残语 唐真元十年 整整在九华山苦修了七十五年的金桥爵 夫家世纪 中年九十九岁 其实山明石韵 寇中丝嘎 群鸟哀提 地出火光 肉身至寒中三年 仍颜色如生 兜罗手软 罗节有生 如汉金锁 众信徒根据佛经 菩萨勾索 百害明义的记载 认定金桥爵 就是地藏王世线 随称其为金地藏 在神光岭建一石塔 将其肉身供奉于其中 后又配以殿语 称肉身殿或月身殿 从此九华山名声远播 逐渐形成于五台山文书 峨眉山普贤 普陀山观音相并称的地藏菩萨 印画道场 月身殿于明万历年间 受斥为护国肉身宝塔 现存殿于面隔三间 近身十六米 在1.8米高的汉白玉塔基上 处立着七层十七米高的木质宝塔 死即为肉身塔 古人云此处为庄联宝像黄金塔 细佛珠光白玉柱 肉身殿只是安葬金地藏的地方 化成寺才是地藏菩萨的道场 据说最初的化成寺 是天竺僧人碑渡珠宝之地 后经诸葛节等筹资重修 和历代高僧及朝廷的扩建 一度成为九华山的总丛领 明万历年间 朝廷曾先后两次向该寺颁赐藏金 并赐筑赤亮远以紫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代康熙三次将旨 前内室到此进香 玉书九华盛敬匾额 后又得乾隆提书 分驼普教真迹 近年化成寺已成为九华山历史文物馆 珍藏来自九华山的文物 一千八百余件 这些珍贵文物中 以备业经、藏经、明神宗圣旨和血经最为著名 又以血经为镇馆之宝 血经之所以比藏经和圣旨还要珍贵 是因为他原是一位高僧 刺血、研磨、银沙、抄血而成 而且整整历时二十八载 明万历年间 又名海域和尚的无瑕禅师 立游五台峨眉之后 浊西九华东亚 捷毛摘星亭 隔绝尘势 刻苦清修 同时发大院以血为墨 抄写大方广佛华颜经 最后将总计八十一卷的经文全部抄写完成 装丁成错 二十八年 第一屑的二十八个春夏秋冬 天启三年 吴侠寿至一百一十岁 招其门徒口战遗迹 老索行骸白有余 又身枯瘦 发生肥 暗头鸡尸磨边来 洞口沿来格外击 天上星辰高可摘 世间人静运相离 客来问我向何处 蜡气春回又见眉 蜡气春回又见眉 严必及时远迹 徒众将其遗体 夫家刚中 视为灵异 第二年 钦差王大人来摘星亭进香 竟见至刚处旅放光辖 异乡不丧 又过两年起刚 吴侠竟颜色如生 僧众随庄金 供之并奏闻朝廷 天启六年 明司宗朱有俭下诏 遵无暇禅师为 地藏菩萨的右翼印方 封其为印身菩萨 赤肉身踏 莲花宝藏名 提匾为善最乐 过去的摘星亭 就是现在这座 几经悔建 终成规模的百岁宫 百岁宫 建于错额的摩空岭上 旗下三华里 就是挺立于 九华街开端的 目前全山的中心寺院 齐元寺 九华山 禅院遍布 仅现存的寺 庵和茅棚 就有八十余座 但大多数的金社 都规模不大 或成灰派民宅建筑风格 至少在感觉上 给人一种以多见长 而非以恢弘伟岸取胜的印象 如此 琉璃金瓦 飞檐化动的齐元寺 就更加显得气势非凡 和金碧辉煌 七元寺始建于明代 清康熙年间还只是化成寺的东西疗房 嘉康熙年间 珠山长老议定将禅居福虎洞二十多年的龙山和尚 请到该寺住持 聚众说法开谈寿介 大兴土木重建电影 这才将一座萧条古寺 营造成十方层灵 十方层灵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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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的山峰 低低的云层 凄厉的风哨 哀鸣守候 不是地藏菩萨 有谁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苦修七十三年 九华山至今还流传着一首金地藏宋童子下山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首先要耐得了寂寞 这就是你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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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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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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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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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